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 什么情况他们都了解 那这个从我爸的角度来看 就是老百姓对咱们的支持 特别恨的有利 这样的话 鬼子两眼一摸黑 他在其中会靠的 全靠的是老百姓 所以我爸还有一个提词 就人民永远是靠山 这个就说是 人民比山还要更可靠 是这么个意思 对港村宁次的藐视 是由来已久的 在这个五一翻炒浪的时候 五月一号之前 集中军区是晚上演戏 演雷雨 然后港村宁次坐着飞机 这个叫是去侦查 侦查的话 我爸就说 是港村宁次来 给咱们 陪咱们看戏来了 说不管他 完了演完戏以后 马上就把转移 各种工作都安排了 抗日期间 上千个火线巨色 活跃在军中平原 虽然此时演出的雷雨 还没有轰动全国 但吕正操开展的抗日活动 却让整个中国 甚至在囚禁中的张学良 都惊叹不已 张学良开玩笑 跟我父亲 在纽约的时候 他说 说你是地老鼠 然后我爸说 这都是老百姓的发明 然后我们只不过是 把它推广普及了以后 才起到抗日的作用 张学良是在国民党那边的 对共产党这边 所有的东西 国民党那边的调子 他肯定是往下压的 所以把地道战叫地老鼠 那因为咱们武器 和人民鬼子差太多 那必须要发动群众的话 就是因地制宜的话 能有一些新的办法 这个当时起了很大作用 国民党那边叫地老鼠 所以张学良听到的是 从国民党那边听到的 所以他开玩笑 张学良知道这件事是好事 但是他的用词 还是国民党那边的用词 这种被张学良戏称为地老鼠的作战方式 解放后 在电影地道战中 得以生动再现 可最初 人们对这一作战方式 却褒贬不一 这个过程我父亲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地道战最开始 做那个蛤蟆堆 就是菜窖 藏那里头 那鬼子找不着你 然后的话呢 就扩大菜窖 就在离线 河北集中的一个离线 泛离的离 在离线 就开始搞起来 搞这个以后的话呢 结果他躲到那以后的话呢 那个就是和不是和敌人正面作战了 所以开始说他们是那个是逃避 这样的话呢 把离线的县委书记王府给撤掉了 撤掉以后的话呢 然后呢 那当然后呢 撤掉以后 那个鬼子一次少当以后呢 离线的县委损失特别大 就是后呢 他硬碰硬去顶鬼子 那个和他自己的武器还有差很远 这次失利 让吕正操重新审视了 这种看上去不太正规的答法 并特意召集军区领导层 开会讨论 我父亲支持的话呢 程子华 黄敬 他们三个人的话呢 关系是非常好 他不是那种老好人的好 他们好多不同意见 很快的话呢 争论以后就统一了 这样所以 集中的话呢 发动群众的所有动作 都的话呢 能推广的话呢 特别有利 后来的话呢 为这个事 那个程子华就专门去调查 调查完了以后的话呢 这样军区的统一思想以后 就可能就是把这个 最后结论 是保存自己 是为了消灭敌人 这样的话很简单 最后呢 就在整个集中 推往这个地道战了 通过讨论 通过讨论 集中军区统一了思想 经过一段时间的大力发展 在广袤的集中平原地下 逐步形成了一个 互互相通 村村相连 即便于依托作战 又能转移隐蔽的地下堡垒网络 在集中抗日根据地 我军所用的地雷 最初并不像电影中表现的 非常威力巨大 地铁站的话呢 这个过程就更长了 因为地铁站的话呢 这个 它不是挖一坑就行的 它这个 首先它炸药 黑色火药的话 本身它炸不了火车 当时集中 这个就是 对集中的限制 最后呢 就是困难的 是几条铁路 四条铁路 这个铁路上 日本轨子的话呢 哗 那个群道车就可以来回走 所以过铁路是最大的困难 炸火车的话呢 那是一个主题 但是怎么能炸到火车 你黑色火药 肯定和那炸火车 一点用都没有 如何才能让地雷的威力变大呢 这让身为冀中抗日根据地司令员的李正操 着实头疼不已 我父亲的话呢 那时候就是对这个知识分子的作用 他就是有比较深的体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父亲在张学良那工作了很长时间 张学良在东北的时候的话呢 那个就是军队的这个兵器的现代化 已经就做了一些工作了 所以我父亲的话呢 就派一个人叫张珍 那张珍的话呢 原来挺会打仗的 然后我父亲派张珍 专门去到北京去找知识分子 特别是找清华的知识分子 做炸药的 搞无线电的 和这个医疗方面的 那个张珍工作做得非常得力 然后呢 200多个知识分子请过来以后的话呢 在这个冀中 首先在冀中的话呢 就是解决我刚才说那三个问题 然后呢 效果就非常好 黄色彩要出来以后 那把那个日本的火车 一炸的话呢 两节车厢炸翻了 我父亲看完了特别高兴 这个技术一过关的话呢 大家都这个 就是都跟着可能上了